Lazer Beat 大家好,我是東東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副有趣的粉牌 可能有觀眾會問說 粉牌? 什麼是粉牌呢? 粉牌就是取自英文的Fundek字詞的諧音 就是非主流或者趣味性牌組的俗稱 所以可想而知 這副牌組可能沒辦法擠進去主流牌組的行列 不過每個人玩牌的條件本來就不一樣了 有些人有預算的考量 那有些人根本也不想打比賽 只想跟朋友之間交流好玩而已 那我就覺得這副牌組應該會很適合你來組 但這副牌組也不至於說完全沒機會打贏 只能說是勝率不高吧 這副牌組最大的重點 其實就是低成本三個字啦 買很多獄組的人應該都可以很輕鬆的組出來的唷 那就趕緊來看看牌組的介紹跟打法吧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副牌組的主角 哥達亞第一招就基礎傷害20沒什麼好講 主要是他的第二招只要一顆水能 然後丟掉手牌的兩張水能量卡呢 一張可以乘以60然後最多丟兩張喔 所以丟兩張的話最多就是打120點傷害嘛 那120點的傷害如果我們說把對方打兩次 120×2 240 其實240這個傷害的話呢 大部分的GX寶可夢都是能夠擊倒的喔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一副 我這一副沒有放頭巾的用意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其實 哥達亞他每一回合最大的打點就是只有120 然後如果你再加那個頭巾 我是覺得效益不太大 因為你原本就是要花兩個回合去打死對手了嘛 因為反正我們也還有酷酷1 所以120然後其中一次 其中一次的120再加這個20的話 也還是可以帶走250的 所以我是覺得頭巾沒有到那麼的必要啦 那如果你覺得必要的話那就加一張或兩張也是可以的喔 那我是覺得我牌組的平衡調的不錯 如果再加頭巾我也不知道該踢誰了 然後這一隻哥達亞的話呢 他的撤退費用是0費喔 所以可以自己做一些骨子馬荒衛幹嘛 其實還蠻好用的喔 然後再來 呃 可達亞的話呢 他只要一顆能量然後雙方都會混亂喔 這個的話他可以就是拖延對手的攻擊的節奏 當然他如果攻擊之前他要判定正反面 如果反面他就要自傷30喔 這是混亂的這個負面狀態的效果 然後呢如果這個可達亞 雖然我們自己也會讓自己混亂 可是當我們進化的時候 進化的時候呢 該隻那隻寶可夢 他的負面狀態會全部移除 全部消掉喔 所以 可達亞就算自己混亂沒關係 他只要進化成哥達亞 那個混亂會馬上解除 我們還是可以造成的攻擊喔 好那這邊我可達亞因為 需要手牌有大量的能量來去做這個攻擊嘛 我這邊選擇的輔助寶可夢就是這個疊結萌萌喔 他的特性就是一回合可以發動一次 從牌組搜尋兩張基本能量卡呢 然後給對手看過以後加入手牌喔 那我們就是可以利用他的特性呢 每一回合都可以確保拿到兩張水能量卡 然後呢可以確保我們一定可以打出120點的輸出喔 那他的這個基本 基本的寶可夢這個也是撤退是0費喔 但是他的血量30是蠻少很容易被擊殺喔 所以 呃要小心 那我也怕被殺光光所以這邊放了3隻喔 只有3 2的比例 那再來其他輔助的寶可夢這個 智慧星就是抽牌用的啦 因為我們這副叫一直丟水能量丟抽牌幹嘛的 所以 呃能力 手牌很容易就耗乾喔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智慧星來補一下手牌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輔助寶可夢這個 花無鳥 那花無鳥的話呢 是當這一隻從手牌下到我們後背去的時候呢 我們也是可以直接從牌組 直接搜尋兩張基本能量卡 直接加入到我們手牌喔 跟這一張疊解萌萌的特性呢 很類似喔 都是直接拿兩張基本能量卡到手上 那 那 有人就會說那已經有疊解萌萌萌 為什麼他要放花無鳥 這個是不一樣的喔 因為花無鳥是基本寶可夢 我們這個疊解萌萌呢 是要一接他要進化的 是需要時間的 有時候我們 可能這個 這隻基本的被殺完 哇被殺完沒辦法進化 就拿不到 就是沒辦法快速的拿到能量 那我們就剛好可以靠這隻花無鳥 直接就下到場上 因為他是基本寶可夢嘛 就直接又拿到兩水能喔 但是因為他是 因為他 他的作用就是 因為你看他的招式 一超一五 啊我們這個 牌組完全沒放任何超能量嘛 所以他就沒辦法攻擊 也就是說如果 當我們從這隻下到場上 他就永遠卡在我們的 就是 自己的後背區喔 除非要被對手擊殺 所以 他算是一個雙面刃吧 會卡我們的位置 但是他的特性又很強 所以我是覺得放一張 做個 一個如果卡能量的 那個輔助 算是還不錯的 再來另外一個 最後一隻輔助 寶可夢 我們選擇的是這個 小六尾喔 冰六尾 那主要是要用到他的第一招喔 這一個指引 那可以搜尋 兩張寶可夢卡呢 從 排隊直接拿到手上 那這 因為我們是需要 有這個 疙瘩壓要進化 然後疊解某某也要進化 要鋪場的 所以 可以利用這個 六尾來去做 鋪場跟進化 你就 前期一直 如果 這一張卡 沒有卡在獎勵卡的話 你就一直利用他的 這個第一招 一直去抓牌 一直去壓牌這樣子 那這個小六尾的話 也可以搭配套 我們的這個場地卡喔 殘殘之丘 也是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水鬥場 可以從牌組 拉出基本的水系 或格鬥系的寶可夢 直接放到我們的後備區 那要記住的是 當我們後備區已經 滿了 就是 全部塞滿的情況下 這個場地卡是不能開的喔 所以你就不能檢視牌組喔 這一點要注意 跟巢穴球有點像喔 巢穴球也是你後備區滿了以後呢 你不能直接發動 不能空開 好 那這個殘殘之丘 就是也可以拉出我們的 最主要的打手 就是 可達鴨啦 可達鴨的 前身可達鴨這樣子 好 那這邊 道具的部分呢 呃 因為我們 你看 這個 割達鴨90滴的血量 很容易被擊殺嘛 所以基本上 前期 如果你像 比如說像遇到那種 索羅雅克那種 打快攻的牌組呢 是 我們90滴很容易被對手擊殺 所以我們通常前期 大部分情況下 獎勵卡都是落後給對手的 那 落後給對手的情況下 我們這個 counter catcher 就是反制 中文好像翻 翻成反擊捕捉槍吧 反擊捕捉槍的話 當我們獎勵卡落後給對手 就可以直接 呃 類似骨茲馬 直接把對手後背去 拖到前面來喔 那 為什麼這邊放一張 反擊捕捉槍呢 反擊捕捉器呢 就是因為 當我們開了骨茲馬以後呢 我們就沒辦法開綠牌嘛 可是有時候我們又需要 綠牌來去增加我們手牌 增加手牌以後 我們才有 就是這個水能量可以去做攻擊 所以 這邊的比例 我是覺得 看你要2E還是1E都可以啊 就是跟骨茲馬去共用這三張的配置這樣子 就是這裡2 然後這裡1 我覺得也是OK的 好不好 因為 骨茲馬現在 中文版來說 一張好像也要兩三百塊 蠻貴的 所以如果說 你身上 沒有骨茲馬的人呢 你也可以換成一把 那種 就是要直硬幣的那把槍 叫什麼 精靈寶可夢捕捉器的樣子吧 對都可以 這就是 沒有 沒有預算的人 只能玩這樣子喔 那其實這副 預算應該已經很低啦 你看一張 GX寶可夢都沒有 那我這邊 因為 我還是覺得 骨茲馬是 比較穩定一點喔 因為畢竟我們 反 這個 反擊捕捉器還是要等落後的時候 才能發揮它的效用 如果說獎勵卡是平手也是不能開的喔 所以我是覺得放一張 呃 當作 突襲 奇襲的效用還不錯 然後這邊呢 能量回收放兩張 因為我們能量用的還蠻大量的喔 然後因為 呃 我們這邊有放到馬馬內 跟這個高級球 所以 我們一開始其實可以 勇敢的多丟一些能量卡 就是 有些人可能會煩惱說 高級球到底要丟哪些手牌 哇 不知道啊 每一張資源好像都很寶貴 對沒關係 我們這副牌你就用力的把水能量丟掉 因為我們還有這個能量回收喔 然後去回收到 把氣牌堆的最多五張能量卡呢 基本能量卡回收到牌組裡面去 那我們再利用疊解某某的特性呢 直接又拿回到手上兩張這樣子 好 那再來 如果說我們 不小心疊解某某被殺死以後 沒關係 我們這邊還有這個能量抓取喔 呃 中文翻譯翻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就是這個圖啊 抓兩顆能量球的 然後它可以 它是直接從氣牌堆抓兩張基本能量卡到手上 那 剛才有講過 割打壓就是 每一回合最多丟兩張水能量嘛 所以剛好我們這個道具卡是符合 非常符合這個割打壓的招式效果 我們馬上從氣牌堆抓兩個水能量 馬上又繼續丟掉 就打120點傷害喔 那有些人可能會放到4張也是可以的喔 就是 呃 跟這個能量回收這兩張的 比例呢 你就一樣共用5張 如果說 你這個1 那這邊就4 之類的也是可以喔 自己去調配就好了 那我是覺得23應該算是比較平衡比較剛好的這個張數喔 然後這邊 吹風機放一張喔 這一張我是覺得算是必放的喔 雖然說我們有這個殘殘之丘 有這個場地卡可以壓長喔 但是其實我放這個吹風機主要是來針對裝備卡 針對什麼裝備卡呢 就是那個 健身啞鈴喔 就是那個裝備 一接寶可夢呢 會讓這個 血量增加40 為什麼我說要針對它 因為你看 我們假設以這個 索羅雅克來去做假想敵的話 索羅雅克加健身啞鈴會變成250的血量 211加40嘛 那250的話呢 我們這個哥達亞打兩次 120乘以2 240 哇 差10滴 所以打不死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這個吹風機 然後呢 去40的把這個健身啞鈴給吹掉喔 主要是用來針對健身啞鈴阿 那頭巾那個就不用吹了 因為我們這些全部都不是GX寶可夢 對手裝備頭巾也不用吹掉 那還可以 除了 針對這個 健身啞鈴以外呢 還可以針對對手的接力棒嘛 把它吹掉 它能量沒辦法傳遞 它可能下回合 就是沒有 後面的回合 就沒有辦法再繼續的做攻擊喔 好 那 就算我們這個沒有吹風機也沒關係 剛剛有講過 我們這邊還有一張 還有放兩張酷酷一 所以呢 就算我們打兩次打240 240再加這個20 也是可以打到 總共260嘛 也是可以擊倒那些250血量的寶可夢喔 所以 這三張卡對於那種250血量血線的還蠻關鍵的喔 好 再來這邊巢穴球 放四張 不解釋啦 一定要鋪場 趕快把這個可達鴨 然後這個小萌萌阿 全部給它鋪出來喔 因為我們是需要時間進化的牌組 所以第一回合鋪場非常非常重要喔 那 就像我剛才講的 如果我們第一回合有開到這個水痘場的話呢 建議 馬上搜尋 這個小六尾在不在 這個小六尾在呢 我是蠻建議 趕快 撤退讓它上場 一直去抓牌喔 因為它一直去抓牌 如果對手沒有干擾我們手牌的卡呢 我們就可以穩穩的在後面直接養好趕快進化 然後我們進化出來呢 就可以趕快利用這個可達鴨丟兩能量趕快打快攻喔 好 那這邊單架就放兩張 因為其實我們的血量都很少喔 我們這些血量 破百的只有這隻阿 只有這隻智慧星 所以呢 很容易被對手打死 這邊單架就一定要放兩張喔 看你要馬上 拿回一張 重氣牌這邊拿回一張寶可夢卡 還是要洗回去三張都可以喔 很靈活的做使用 那高基球四張就是一定要放滿四張的喔 這 可以幫助你拿到任何你想抓的卡 這實在太好用了喔 好 那人物卡的部分 剛才古芝馬講過 跟反制槍去共用三張額度 然後這邊哈烏放兩張 然後利利愛放滿四張 如果說我們開局有超利愛 那就是非常賺喔 可以開局就幫我們補滿八張手牌嘛 那酷酷伊剛才也有講過 跟這個 吹風機 去來針對 250血量的寶可夢 然後這個 馬馬內 我剛才有講過 我們前期就可以 就是可以 很勇敢的丟 這個水能量嘛 那馬馬內可以丟兩張手牌 抽四張 那丟掉這個水能量呢 到時候我們再用這個 能量回收 或這個 能量抓取呢 來去打一些戰術的combo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個 水系牌組 疙瘩阿粉牌的這個配置啦 哇 又沒基礎寶可夢喔 好 那這場應該又還是 沙奈奪 先止沙奈 欸 不 開局鬥利利愛 唉 我們這個開局也太慘了吧 來張場地吧 我都鋪不了場 好慘喔 欸 我們有這隻欸 可是我們不能換位 可惡 我想一下喔 我沒有骨汁嘛 可惜阿 如果我們開局是這個 小萌萌 開局的話 零費撤退 馬上就給他抓牌了 唉 太可惜了 為什麼是這個 笨笨的可達亞開局呢 他要解決了 他進化了 噢 噢 他是手牌進化 我想說他怎麼空 沒有 沒有進化 因為他是抓在手上 哇 他Switch喔 太爽了吧 NO 真的不太妙 這邊我思考 我覺得我還是拼抓牌好了 因為如果我拼進化打他 我也是打不死他 我覺得我應該先把場面弄 弄穩定一點 先敷藏吧 趕快進化起來 靠你了智慧心 幫我多抽點牌 哇他要抓蝶了 他一定要抓古芝麻 我的萌萌不太妙啊 哎唷竟然是抓一階 哦 竟然不是抓蝶蝶 我有點意外啊 我以為他要抓我的萌萌了 還是他要填人給智慧心 哦沒有 switch上來 哦果然有switch 繼續抓牌 哇這隻太邪惡了 嗯我想一下喔 我猜他一定會拿古芝麻的 他應該就會拿一個雙無 然後再加古芝麻 天啊他會一直抓牌 我是不是應該放一張馬夏多啊 呵呵 可是我放馬夏多很卡位置 因為其實我這副蠻吃鋪局的 嗯我這邊是不是哥達要乾脆也不要進化了 因為感覺下額就要被打死了 我們先抓能量牌吧 抽牌 兩顆能量 我覺得我的這隻是應該會死啊 所以我先鋪場吧 我先繼續拉 就先把這個拉出來好了 好 可惡沒古芝麻了 我這副也少換位的手段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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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還有在跟改牌的攻 空裡面 嗯 對啊他一定抓這隻的啊 呵 這隻是我攻擊的核心 嗯 悷 嘖 嘩 嘖 那 嘩 嘖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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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這裡是不是在鋪一張小貓貓 萬一他又有古芝麻怎麼辦 我不就慘了 我覺得我再鋪一隻好了 要再鋪一隻嗎 等一下 這裡 這裡可以先進化了 抓 想一下 都拿不到我的場地卡 害我鋪場都必須要一直開球 我的能量剩四顆嘛 四顆 丟丟 先拿這個好了 我覺得我這邊 先再鋪一隻好了 我怎麼很怕被抓不去了 然後 只能打了吧 找到什麼 再鋪一隻 先進化了 所以我會想要把這個 還在一起 我應該不會想要到 全部都可以 把這個遊戲 這隻看起來 也真的 在那裡 蛤? 竟然是拔能撤退啊 所以他現在手上沒全補啊 哇 終於來了 這場地卡來得太慢了 可我還放了三張 唉 真死了 真是太不給力了 我先砍一下 已經沒有基本寶可夢了 一個單架卡裡面 裡面有酒水 芝麻還有兩張 這邊先拿人量 紅金 可惜我們還是沒拿到古芝麻啊 哇 吹風機 我們的場地 都沒聽我們鋪到場就被吹了 好廢啊 果然是阿賽 唉 整場發揮啊 哇 欸 他是填 喔 特性填給他 啊 被錄爆了 好難打啊 好難打啊 我們先上這隻吧 呃 邊綠 邊綠 先把能量抽起來再綠 先把能量抽起來再綠 哇 我還抽不到單架啊 啊 糟糕啊 糟糕啊 有點慘 我們該不會要填燈給星星了吧 好像只能這麼做了 哇 我們來不及進化了 養出可達鴨了 啊 我覺得我這一副是不要放古芝麻 因為放古芝麻我不能綠牌 而且我這一副是小人牌 乾脆放那個 捕捉器直接靠賽拼運氣算了啦 我覺得小人牌就是要打靠賽 不然很難贏耶 因為沒疊疊穩定拿古芝麻 然後開古芝麻我又不能再開綠牌了 呃 被古芝麻嚕 為什麼要殺我這可愛的萌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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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一下古芝麻 可以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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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撤隊打他沒意義啊 打不死 我應該要先拿獎勵卡 那現在獎勵卡就是看拿誰比較好 呃 應該是莎莎奈比較好啦 呃 要不然他一直幫我幫他填人 呃 呃 然後 呃 呃 最後的兩顆能量 我還拿不到單架啊 我的天啊 好難受啊 好難受啊 呃 我們終於殺死一次傷害的 我們終於殺死一次傷害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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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對方剩一張獎勵卡了 我應該是無解了 我們卡一隻可達亞在獎勵卡喔 然後我剛剛就是怕某某被抓出去殺 我已經用了一張單頰 真是的 好 應該是無解了 我在做垂石的掙扎 哇 我還是沒抽到能量耶 所以我還是炸裂 撲啊 我如果能量是不是應該可以混亂撐一下 咕咕 剩最後這兩隻了 啊 輸了 果然這副要打主了 打主流派還是有點困難 哇 哇 我怎麼是花無鳥開局 這太慘了吧 天啊 花無鳥卡在前面 那他唯一的作用就沒了啊 哇 太悲劇了 竟然是令人可恨的風鈴鈴 我看一下我的手牌 我的天啊 一個頭痛 我先把這個拉出來吧 只有這個小瑞瑋才能讓我輪轉喔 然後 這個也先出來吧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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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事情可以做 唉 阿不就好險我有放一隻小六尾 阿不然我們就真的GG耶 完全不能動彈耶 小六尾至少還能抓怪 還能稍微輪轉一下 還能讓牌組動起來耶 阿不 他抽完粒粒在直接結束 也是悲劇 大家一起悲劇是怎樣 哇 那這個花無鳥就從頭到尾一直卡在我場上 喔 買尾 喔 買尾 我想一下喔 這個萌萌應該先抓了啦 欸 等一下 我覺得 我先不急的進化好了 因為反正 我也沒有能量給那個 我先鋪好場好了 好 我也想到 哇 竟然拿胡說樹 唉 其實風靈靈跟胡說樹這招也是我教對方要放的 因為可以很好的限制對手發展 因為他這個超壞星的話血量210 那210如果有放胡說樹限制索羅雅克的話 索羅雅克就只能打100 假設啦 假設沒有那種 特性抽抽泥或者是酷酷1的話 100打兩下他這個210至少還有機會不會被打死喔 所以我才推薦他放胡說樹這張卡 結果我推薦他拿這張來卡我 這樣對 那天安給他 我以為他要封靈靈封鎖我 欸 他抓得上去了 喔 不 他竟然馬下多 這個手牌要炸裂了喔 哇 他馬下多啊馬上就有星星跟 比克提米喔 太爽了吧 打60還彈得住 他要再拚一次喔 喔 好險 喔 這樣還不虧 好險 好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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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現在下水場 有點 窯 我想一下喔 我覺得我的猛猛猛還是要先出來啦 喔 我剛才是不是應該丟水場啊 我好像丟錯了 呃 好悲劇喔 葛達亞不能 我把人車推嗎 OK 把人車推好了 我受不了了 阿不然 我們把人車推 我已經卡手啦 我都抽不到 利利害那些綠牌卡 我想一下先 我因為還有這個 所以猛猛可以慢一點進化 所以我先把兩隻哥達進化出來吧 丟掉這個稍微有點虧喔 剛剛應該把這個丟掉了 不應該下 唉 有點失酸 應該留那個 能量回收 因為我們這一副的 能量的使用率 其實還蠻大的 蠻大量的喔 哇 單家要救誰 灰塵衫救回去 他是要開利利艾吧 欸沒有 他 他知道拿什麼啊 欸 開高級球 然後 呃 我覺得這樣做有點失誤喔 因為他這樣 單家少拿一張回去 少 就是少回收一張 我覺得應該用高級球 如果要壓牌的話 你應該是要把 這個 灰塵衫 灰塵衫 就是先丟掉 結果這邊算是一個小小失誤 跟我這個剛才先放場地卡也是一樣 小小失誤 然後這邊場地卡終於可以發揮作用囉 哇 好險我們有能量抓取 那我們割打壓呢 最大上限就是打120啦 好不好 就丟自己手牌的水能量呢 一顆乘以60喔 最多丟兩顆 哇 他開賭了喔 哇 他開GX 下回合是免疫所有的攻擊傷害什麼的 那我就放這隻去送死了 沒辦法 哭啊 綠牌 超水啦 喔 古芝麻 養一下喔 嗯 先這樣嗎 不行 我覺得這裡 先把夢夢養出來了 先多壓牌吧 雖然他手牌有點多 有可能會古芝麻喔 可是他已經用掉兩張古芝麻了 我們還是要努力一點 我們不能沒有夢想啊 不能說因為害怕就不做事情 這樣不行 好 就這樣唄 先壓兩張能量卡到手上 當然等一下抽牌應該希望可以抽到別的 別的東西不要再抽到能量 那所以這回合不會開 那個什麼 古芝麻了 那我們的萌萌應該可以 多存活一回合啦 開賭 那他現在後場放滿的情況下呢 其實對他很不好 因為他超壞心 要再花兩個回合去重新養出來 他其實這樣有點放太滿了 呃 看一下 哇 我已經沒有可達壓了 單架 單架卡一張再獎勵卡 嗯 我想一下喔 這邊先開力量 這邊先開力量 哇 我有這個喔 再拿能量 瘋狂壓牌 然後 我覺得 這隻他不可以下嗎 我想一下 我現在不缺能量 我覺得先比較小 因為我們被這個限制了 有點麻煩 先這樣把他打死他吧 那我們現在獎勵卡還是落後的情況下呢 等一下可以開這個槍喔 等一下可以開這個槍喔 反制槍 那我們現在獎勵卡還是落後的情況下呢 揍死他 揍死他 喔 下回程衫 像這個對我們比較有威脅 就把他拖出來揍喔 哇 這個 馬馬捏有報仇四張 手牌太多了吧 rah 我們能量已經快不夠了 等一下 我們能量已經快不夠了 等一下 啊 我努力的綠牌還是抽不到我要的檔間 好難過喔 思考一下 我覺得槍就先開了啦 因為我不開的話等一下 我這邊打死他平手也沒辦法開槍喔 那目前他這個隊友比較有威脅的 就是這個或者是這個啦 基本上還是殺這個 因為這個他才能攻擊我 所以就把他拖出來走吧 然後哈武 單價來吧 多好的單價呢 哥 多好的單價呢 這球丟了吧 酷酷依 酷酷依 酷酷依我覺得不需要欸 因為這些120都殺得死啊 灰塵山120也殺死 那好外星的話 除非他有放 健身啞鈴 我才死 沒辦法兩個打死他 所以我覺得酷酷依丟吧 而且我們也快沒牌了喔 再戳下去要戳死人啊 我們還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 牌組的 張術喔 炸彈 呢 呢 拉什麼我再繼續鼓芝麻 我絕對不要讓讓他養出東西喔 我們要讓他後悔 誰叫你要鋪這麼多鬼東西出來 然後把自己卡死 卡到沒有東西可以養 他現在會成山對不對 繼續抓 抓出來繼續咬死他 懲罰他 他現在一定非常的煩惱喔 就沒有格子可以養東西 就只剩一格 所以雖然他這個會卡每一個格子喔 可是我們不打死他 他反而也會卡自己的格子 好我們被封鎖 我們這回不能下有特性的寶可夢 可是基本上我們這副牌組有特性的寶可夢 就只有三張 一個是智慧星 一個是蝶結萌萌 還有一張是這個化物鳥 可是這三張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封鎖已經對我們沒什麼效益了 那這裡放個打壓 然後撿兩水回來 給他死 不要讓他存活 然後看一下我的牌組 哇 我需要能量回收跟單架 天啊 這兩張牌還不來喔 好痛苦啊 就先這樣了吧 去死吧 臭波波帶 還想進化啊 別想進化 喔 單架來了 水 我們還有一張古茲馬 我們還有一張古茲馬 又被他封鎖 但是沒關係 從這邊 先把莉莉愛丟掉欸 我們要進化各打壓 然後 這個一組先洗回去嘛 然後化物鳥也洗回去 因為等一下我們牌組裡面 還有一張能量回收 所以化物鳥還是有機會 替我們抓牌 萬一這隻猛猛被打死的話 然後 天心 能量回收 啊 可惜 我這邊會抽四張 應該還好 抽起來 多好的能量回收呢 我已經快沒能量了欸 我需要能量回收啊 哥 哥 看一下喔 沒能量回收 有點危險 啊 我果然當初不應該 那個 一開始 不應該丟那個能量回收 就是丟了這一張啊 那時候應該丟場地卡的喔 丟錯了 哇靠 他給我放這個 這樣他250血 哇 我跟你講這張酷酷酷 我們要放在第二 第二 就是什麼 第二個擊殺在殺他喔 或者是我們用骨子馬抓後面 可是我們現在沒能量 很尷尬 我們現在沒能量啊 糟糕啊 糟糕啊 沒能量 我們現在 最好的方法 骨子馬抓他 因為他是 弱點是水喔 我們剛好可以剋他 我們只要丟一顆水能量 他就死了 但是我好像沒水能量了 9 10 11 12 我這顆好像就放死了顆能量 所以我 現在能量已經全部都在場上了 這樣有點不好 有點糟糕啊 他在瘋狂壓牌了 打我60 喔 好打不死我 很好 漂亮啊 真抽 真抽 真抽能量回收 我們贏了 6666666 漂亮啊 終於 我們終於抽到我們夢寐以求的卡了 啊 終於結束了 我們出了 有精神 你知道嗎 神奇 你得幻想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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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